嘿 大家早安 我是彈珠湖 今天是The Smogroom Nikolai Shed 然後 我有幾件事要跟大家先報告一下 第一件事情 這個影片的拍攝時間原本是打疫苗那一天 然後 我直接跟大家講啦 就是好痛喔 然後 第二件事情 我叫錯人的名字了 他不叫Nikola 他叫Nikolai 所以你也知道 我的標題 封面 以及我這期間都念錯他的名字 因爲他後面還有一個I 先跟你Nikolai 說對不起 然後 第三件事情 他是歡 不是熊貓 直到我玩他的羨慕誰之後 他是歡 就把他的種族給寫錯了 那 好 所以 我要先跟他講 すりません 那我們就來看今天的閒情提要吧 那個原因就是 我真正知道黃金在哪 他是誰看 他也是誰看 誰看 很正常看到黃金在哪 我聽見正午時分的槍聲 便走回公棚 妮可跟妖比我早到 正坐在小砖丘前 用湯匙舀著吸燉菜 妮可以微笑迎接我 你有遇到什麼麻煩嗎 沒 我被護用了 我大舉大資料夾 用手臂重拍一下 換一把強過 打開來看 妖也越過她肩膀來讀 妮可臉色一沉 嘿 什麼 她們把她跟我排一塊的 看來如此 要輕聲嘀咕著什麼 但我聽得一清二楚 骰乖楼 她還沒辦法做那種作業 我推過推車啊 她們想要你做引爆作業 或建造音架 不至於那麼難吧 至於嗎 一個不好就會讓礦礦崩塌 可能會害死我們幾個的 但是不幸的安排姑且不論 如果她會爆破作業 就多了一個能裁礦的人手了 她只需要做一個禮拜 我們能確保她不會去做危險的作業 但是把她安排在那邊不合理 她們怎麼會這麼做 我好像知道原因 她們兩個都看向我 說說 是為什麼 我把拳刀舉到嘴邊 借清喉嚨 Bridge和Hendrit先生 兩個人一起面試我了 兩位老闆一起 面試是下層的工作 有什麼不對勁 她們問了一些蠢問題 比如有沒有加入工會的打算 好像我知道什麼事工會一樣 她們面面相去 而且Hendrit先生好像知道我們的事 Nick 什麼事 我的身份和我做的事 老虎看上去很恐慌 他已經知道Jake怎麼了 什麼 沒有 沒有 他的臉上洋溢著安心 那你不是在說什麼 Nick給我使了個眼神 好像是說如果我不閉嘴 他就會揍我一頓 但我明白他不會那樣 這可是Nick 不過我還是乖乖閉上的嘴 看來我能在這裡工作的時間 所剩無幾了 這還不一定 Hendrit先生好像認為你是 他的最佳員工之一 我想他只要有我在就能留住你 也就是說他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的企劃 我開始反感這隻老虎一直插話了 我該讓他閉嘴嗎 先選第一個選項 我還沒完全相信我們有什麼計劃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金子 他今天給我看過了 Sat 是真的 別太興奮了 Sat 事實上是沒有這種好事 這個禮拜我會把這件事當作假的來過 如果他說是真的 那就太好了 就算不是 反正我只要能一招就能離開這大坑了 第一次被騙是我不夠謹慎 但不會有第二次了 我感覺你對我有什麼奇怪的看法 奇怪的看法 他媽怎麼可能對你有什麼看法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我信任的是Nick 不是你 老虎點點頭 這很合理 我也是信任著Nick 我不是你 甚至他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用不著他在意 我怎樣的時候 他習慣自己搞定一切了 所以他只會依靠自己 他需要常常跟人一起實現目標的滋味 這樣他才會知道這是真的 請給他這個機會吧 要是他想要機會 就得先認識我們 我們指的是 在Stage酒館裡會面的那些人 哪些 他說的是我們的老公組織 工會嗎 對 工會 那不是很可疑 如你所言 老闆們已經在懷疑你了 他們只願不為Nicola和你的關係 意味著他的工作和人身安全 已經無法得到保證了 除非我們施壓 施壓 其他人也需要參與自己的計劃 他們特意跟我強調不要加入工會 一位聽從老闆只是會密目交易的 你至少會發現的 不過也沒有人強迫你加入工會 你可能早就認識其中的幾位了 一起喝個幾杯算不上可疑 藥擺盪著尾巴 光流離在我們兩個之間 像是想整理出什麼頭緒 但沒有辦法 我看不到你們兩個的關係 但如果你想要完全信任你 就在今天晚上七點 來Stage酒館露面吧 他迈著陳總統步伐走到自己的床部前 拿出了一張紙 操操寫了些什麼 這裡是地址 我要獨自回到工作崗位上了 我不喜歡這個發展 但看得早如此 但又有沒有被懷疑 老虎沒有動作停留 直徑離開了 你已經在提防他了嗎 Sed 廢話 我們早就為了他而置身顯地了 他甚至不用來慫恿我們 我覺得這種人很危險 有時候我也有這種感覺 只不過他總是為了我而冒險 連在不必要的情況下都會 搞不好是因為他很清楚 那樣做能把你捷徑這種事 如果是我找到黃金 也會與他做出一樣的事 我沒想過你是會犯罪的人 我也能這麼說你啊 但我不是這麼看待自己的 我們不必靠這種事過火 但我相信 要是能成大事的人 只是你 唉 你早就經歷了沉重的罪惡感跟痛苦 這是你不必猜一角的 我明白 但我知道在那空洞裡 看到了什麼東西 那時你的精神壓力很大 要也知道有什麼在底下 比如 我不清楚 我覺得是某種超自然的東西 他在做拉起我的手腕 Sith 我想掙脫都掙脫不開 你真的以為有東西能夠傷害到我 如果對方在一片膝蓋中偷襲你的話 或者不是人的話 你是在擔心我 這才是你的動機 他們提到你的名字了 Nick 我知道他們為什麼扣你薪水 他們不喜歡你 居然還要你做這堆危險的工作 在你工作的時候 甚至有個鬼東西在那底下遊蕩 某種怪物 你接了我的預約 擁抱我 我去喊你虧錢 現在甚至要回來做你厭惡的工作 你當不明白就讓我多愧疚嗎 我只是想保護你 為什麼 需要被保護的是你才對呀 我們警貼著牆 他的身躯正身下起伏著 激動令他的體温增高 我在地底下從來就沒膽緊受怕過 我是怕過 害怕將你融入懷中的每一次 都可能是最後一次 因為你還得工作 然後我得去找不用付錢也能抱的人 或想辦法 把你永遠買下 再也不放手 給你真正值得擁有的 不只是一點小錢 他眼角擠出了一粒淚珠 他緊抓著我的手不放 緊得我痛 但當我用另一隻手搭住他肩壁時 他隨即放鬆力道 我把手繞住他的腰 以示他不用顧忌 他便不再顧忌 他凑近我 歪著頭用紋布包了我的吻 他挺動起我的舌 與之交纏 並隨之滴好 我也不禁滴好 仿佛在與他對峙 好像是他我遇過的人裡 第一個能夠用力壓我的 或者任何想傷害我的人 他想讓我明白這一點 但他從日文中 依然抽身喘著他的氣 我該回去工作了 說的也是 我們站在一起時 同時喘著氣 或者緊繃著發疼 但此刻必須交際浴火 我反覆深呼吸幾次後才消下來 一滴前列腺液沾上了腿側 今晚你會來Stage酒館的 對吧 當然 好 到時候見吧 他放開了我的手 並踏出小屋 獨溜著我手臂靜靜下垂 我也自己也該當离去 我討厭在這些 知道自己有太多事情要做的時間裡 無所事事的時候 我現在沒辦法好好思考 只想跟妮可待在一張床上 我不希望他回去工作 不想他到那裡 不想他離我而去 但我很清楚 應該告知Dora和Cindia自己的去向 自己的行動 可如果我回到鎮上 會先被William找到 如果我是他 就會去Heap找我 畢竟我早晚得回去那裡 但我該自問的是 要不要冒這個险 William如果找到我 會有多狂躁 最糟糕的情況 我也沒想辦法扶贏他 最近這幾天 他應該忙得沒機會發洩 我是能利用這一點 不過我應該 能想先為自己辯解的說詞 而我自己跟妮可辯解 沒有頭緒 等一下 我可以把聽此事告訴William啊 這不就是個完美的不在場證明嗎 等等不行 這就只是另一村犯罪而已 操 既然我都在回Heap的路上了 不如就繼續走下去吧 我沿著小巷子走 不走大街 有些人正用小竿子拍短的被單 也聽得到牌局上的談笑聲 從陽台上傳來 除此之外 倒是真的安靜 禮拜日下午是Heap酒滾最熱鬧的時候 卻是梳妝室最安靜的時段 我欣賞反正不管走正門 還是後門都會被人看到 熟悉直接走正門 還能更快見到Dora 幸運的是 連Helen的目光都沒有捕捉到我 她正忙著結帝帶 我便快步上樓 便摟進說裝飾 我看到她獨自坐著 左影一下午茶 女士 你在忙嗎 這句話從我聚焦起伏的 胸塔傳出時 我才發現自己都喘不上氣了 不如把眼瞳轉向我 改變了坐姿 通常我會盡力保持忙碌 只要有心 總會找到試做的 但你找我有什麼事 我只是想告訴你 我在礦坑裡找了個副業 礦坑? 哼 我一開始找到你的時候 你還死活不肯回去呢 實際情況是什麼 只是有個朋友需要幫忙而已 他認為可能大賺一筆 要是真的賺翻了呢? 老實說我還沒想這麼遠 到時候我再考慮吧 有實在還是最好的做法 你 呃 當真同意我嗎?女士 善於變通是很重要的 人沒辦法永遠顧慮到一切 我常常不會為了那單一機會 請出全力 如果這是那個跟我想像中的一樣轉 那我可能就不要在這裡工作了 我想他也察覺到了 這裡的大班員工都不會坐太久 他們可能會厭煩 找到丈夫結婚 或在生活沒那麼好時轉行 我很難找到人取代你 Sam 但我一直明白你永遠不會待在這裡 我想他也大概就這些 我只會把這當作為其一周的工作 就這樣而已 他們面試我的時候 其中一位老闆知道我在這工作 還指明了Nicola 他可是我最私密的客人之一 你知道他是怎麼知情的嗎? 哪個老闆 Henry先生 公養 他誠恨一口氣 哼 最直觀的答案就是Valent 我不喜歡是Valent 等等 他說的直觀是什麼意思 他跟你 還有那隻幻 還有那位強盜男爵都認識 但Valent可不會干公平的情報交易 他優秀的總是比給出的還要多 這才是遠比他腰間的配箱還危險的武器 他不會在這點上吃虧 他就這麼頑固 而那頭公養 傳到沒發現自己跟Valent打架走的時候 無法有所保留 要是警長失利 就表示他被判了相當於自己最親密友人的人身安全 我認為他不太可能泄密 那會是誰? 唉,如果你知道這不是我做的 要嘛就是看到你跟Nikola在一起的框框之一 要嘛更可能是其中一個姑娘 自家人 你知道我們的賣點不只有親密交流 社交籌碼在這可是五家之寶 但又說到告密者 他吸一口血錢突出眼目 呼 只能說風水輪流轉 Valent有來找過我嗎? 很遺憾 有 他光是昨晚又來過三次 問我你什麼時候回來 他大概埋伏你吧 就算他現在躲在你房間 我都不會意外 天啊 上帝怕都是看他習慣這樣子做了吧 我嗤之以鼻 嗯,他真的每次都能找到我 看你昨晚沒回來 我才也是找個地方過夜了 差不多 我是能盡量指開他 但他遲早會打到你 我知道 跟他實話實說 只是別說有意義的部分 希望我沒跟你添太多麻煩 於是 開玩笑 我看過我的麻煩還少嗎 今天可是禮拜日啊 親愛的 但你也該行動了,不是嗎? 是的 謝謝 別謝我 想想怎麼跟那位警告和平共處比較實際 好吧 下次見,Samuel 所以他是要我改善情況 太好了 我盡可能不引人注目的快速走出屋外 大家都貌似沒發現我 所以還挺輕鬆的 我知道我應該感恩他幫忙拖延的時間 但我需要的是機制,不是時間 最煩的就是我需要我的房間 我得清理身體 我的香料和古龍水都在樓上 去你的,威爾蓮 我回到屋內 一會兒進入廚房 裏面有塊肥皂 我擺在需要的部分 然後返回後巷 我先偷下上衣 然後把肥皂用水管的水磨在爪上 我先清理臉、胸、腋下 再而是背 我心想接下來的行為 緊接著門窗 但是磨著肥皂時 我就去穿著褲子 直接把手伸進去 把泡沫塗在棒子和爪上 然後是大唇內側 我左褲右盼 用水管往褲子裡沖 我不是變態 我絕對不是變態 天氣夠熱 褲子只要我動一動就會乾了 幹嘛 這就完全沒問題 輕鬆狹義 現在我只要找到這間叫Stage酒館 在哪之後就能準時到了 知道就隨便消磨時間 只不過光是找到這地方 就已經到了該去卷妮可和藥的時候了 夜晚比我來的希望的還要早 這地方離大街遠的令我吃驚 照理來說 所謂的集會應該更容易到達才對呀 可是都到森林裡了 快跟私有地一樣了 一條區的道路延伸是 一道貌似果倉的建築 要不是有約莫兩打的人數在外頭吃草滾 成長久倉堂 我還以為來錯地方了 我在懸深的音樂下帶領走進倉庫隊們 看見充滿了男人的空間 要發現Nikola還挺容易的 畢竟他是屋裡最高的人 我們四目相會 便他擠過草雜的人群而來 他緊抱著我入懷 笑著拍了我的背 你來啦 我當然會來 是你叫我來的 我只是以為你真不會來 我不知道自己該不會為你的出息感到開心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這是什麼意思 只是我想多了 我幫你點杯啤酒吧 不用我自己能點就好 話說你覺得他們有味試劑嗎 他們有沒有沒有味試劑 他們會自己釀 是喔 可能不像Heap那樣靠進口的 不過烈度有保證 那我去買一杯 不 我請你 可是 我很堅持 你先上格羅吧 上 他指著我身後霸台的梯子 我看到藥在上面折望著我們 然後消失在平台筆端 不是吧 你要我跟他獨處 但歡早早就跑到霸台的另一端 像紅松鼠酒保搭化了 我叹了個口氣走到梯子前 這梯子結實穩固 就算是我的體重踏上去都不會嘎吱作響 所以我踩著安心的腳步搬上樓 樓上有些當座椅跟桌子用的木箱 我直直望去想讓這些人群中找到那些隻老虎 說此時那是快 有隻大手搭上了我的肩膀 在這 哇靠 他正在我的身旁 現在還竄笑起來了 你一個大哥子還這麼容易嚇到啊 喔你他媽的閉上嘴 我只是不像你那樣習慣攀爬罷了 這讓我意外 你天生柔軟性就好 攀爬是你的天性 嚴格來說是這樣沒錯 他一年困惑讓我穿笑起來 但他馬上重振表情 他欠清嗓子 一期間我們的人坐在角落 他帶著我來到一周正聊其境的人前 其中兩個很高大 主導著對話 穿著藍色光裝和匪紅色上衣的藍寬 上臂撞說 但穿著紐扣大衣跟巨帽的黑熊甚至比逆殼還高壯 如果要問問他們打架時會贏 我還真打不上來 我說過了 今次卻都倒下 那狗能養的卻還想待在那 天啊 那就讓他待著啊 他搞不好會死耶 如果他哪天當上領隊 那更多人會有危險 我不覺得有這種可能性 他根本無足輕重 現在可能是這樣 但我告訴過你 這些年輕的馬屁精 只會都比豬粪坑的雜草生得還多快 說不定哪天鳥都死了 他也不准你走 胡扯 胡扯個屁 他又不是壞人 只是個急白狼 沒差啦 那你又是什麼 無賴 他們兩個同時應聲大笑 緊張的氛圍像熱鍋上的奶油一樣頓時化開 小子們 他們兩個隨兔子事件看向我沒有 謝謝你 大野兔點人點頭 閉起眼雙手抱胸 這是妮可拉的熟人 他明天會加入我的小隊 熊高呼一聲大耳兔子吹了個口哨 然後患者形了個高耳夫拍手 歡迎你 恭喜啊 你可說你們有人已經見過他了 不認識 沒 我也一樣 真尷尬但在意料之中 我有 我聽過這個聲音 但是在哪 想不起來 黑色的藥從熊身後探出頭來 是你 你認識Chan 最近才剛認識 準時來說是幾天前 就像我遇見你說過的一樣 Avery先生 白毛美洲師在這上很相見 在那之後我已經知道很多關於你的事 幹 我說 能不能私下談談 他跟有人交換你的時候點一點頭 行 我就離開一下藥 想講多多久都行啊 在網人區比較少的區域上 沒有手流著太陽穴 那個 不管你想說些什麼 可以不要講出去嗎 你是個倉妓 沒錯吧 服務男人的 倉妓的表情我就看出 這是事實 這人把我出賣給Handley先生的 都老實說我可能是個礦工 但憑他認識我這點 也不知道他要知道Nick的事 他還是最可疑的 你想怎樣 大概就跟你一樣 只是想過得安穩 前面當作這事針對你 那一次我還不夠針對嗎 我第一次碰見你的時候 你跟医療又是怎麼認識的 雖然他這麼說 但就跟他吸著鴉片的時候 那樣一樣見他 就讓你帶著不少我的情報 一樣長而去 所以我才會打探你的消息 哦 是啊 我把拳頭握緊到一個不小心 就會讓爪子吃穿自己皮膚的程度 我們都在做見不得人的事 但我已經習慣活在羞恥中了 這些人都很好 我只求你別掀我的底 如此我也便不會掀你的底 這才要是你的接受吧 你給我的定義相不算好 但還行 我說了這不是針對你 那好吧 那我們該回到其他人那了吧 可以 我伸展背後 鳥頭緩減停步的緊張 感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製作人倒也沒掛心我們 專注地聊著工作上的其他故事 但要卻獨自坐在遠處附近的 閣樓邊緣的木箱旁 看望著舞者們 他侍應著我們過去 你們兩個聊著神秘兮兮的 感覺我才是狀況外的那個 怎麼說 我是這裡認識Nick和Chain最久的 但不知道怎麼最晚才認識你 Chain發出嘖嘖聲 嘖嘖嘖嘖 你不可能由你當第一位朋友 他選擇被攪壞的手 然後我想微笑應對 卻笑不出來 我得多挖點這藥底細 它一直出現在我不該出現的地方 呃 便說它是雕來著 黑雕 我還沒正式笑你為 讓我藏身 讓我傳恐戲的事道謝 你看上去是要能夠掀洗的地方 而我需要跟人聊聊 就這樣罷了 我認為那是我該做的 我很驚訝我們兩個當然如願以偿 我很驚訝我們兩個當然如願以偿 我還沒想到 他很驚訝 我還沒想到 你不應該看上去